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依旦 今天呢要来给大家讨论一则留言哈 这个留言我看完了之后 我还是觉得我蛮能理解它的 因为我在没信主之前 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吧很多 就连当基督徒当了一阵子之后 也都会这个样子 如果不自己去读圣经的话 这则留言到底是什么呢 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在前段时间呢 有做一个视频 那个视频就是讲到小甜甜 跟一起发光教会的事情 宋一鸣 宋一鸣对 这则视频呢 其实被基督徒看来 大家是都能很能理解的 对吧 很多人就说哦 是有这些问题 然后你们讲的很棒 那如果要是不是基督徒的呢 就是也有其他博主 也做这个话题嘛 大家可以去看哈 其实就如果要是挺小甜甜的 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 那他们如果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看到很多人都是支持 很多这种行为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个朋友 最近可能看了我们这期节目 就在下面给我们留言哈 那很明显我觉得他不是基督徒 他这样说 他说我觉得好复杂 明明就是很单纯的事情 被人搞得那么复杂 简简单想唱歌就唱歌 想奉献就奉献 还有规定一堆 变得根本就不是真的单纯的心 连后面说明择偶条件那一块 也说明的好夸张 可以有信仰 但不是过度 太过度根本代表你 根本就只是照本宣科 照着圣经走 而不是真的读懂圣经 后面真实含义 这样说明让人对基督教退却 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 他留言里面的观点吧 就是对这些事情的观点 那他第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个事为什么搞得那么复杂 如果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个小婷婷那一期视频里面 其实里面我们是有讲就是具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并不清楚 但是呢 按照教会的说法 就是说他们在规定说这样一个拍摄电视剧的算是服饰了 就不是说你在社会上接的那种活 这个算是一个服饰 那么他在这里面讲的就是说 就是为什么有一大堆的规定 就是说这个 哪怕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对服饰有概念或者之类的 但他就说这个想唱歌就唱歌啊 或者想奉献就奉献呢 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一大堆的规定 然后这样的规定会导致 就是人的心不单纯 就是因为规定太多 所以这样就证明你的心思意念不单纯 那我必须要在这边说明一件事情 基督教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律法的宗教 他的宗教律法是什么 你是不知道的 以前看那些小说啊 他们说佛法无边 对不对 对 那请问佛法到底是什么 对 从来没有人知道 也没有人讨论过说佛法是什么东西 对 然后他们讨论的东西 我觉得其实他们自己作为当事人来讲 可能也并不是很清楚 然后你如果要是看到那些人 就是他们结出来的果子 就是基督教里面讲结果子嘛 对吧 那结出来的果子就这个行为是什么 就他们全都躲到山上去当和尚了 对 就是离这个世界非常远 然后他们就跑到山上去 每天就是吃斋 就是基本上啥事也不干了吧 就是婚也不结了 对吧 肉也不吃了 然后就是离这个世界越远越好 就不知道天天在那边干嘛 那其实我觉得通常 如果你不信基督教的话 因为基督教是有个绝对的这个地方 基督教的律法是觉得有些东西就是对 有些东西就是错 对 那像律法的话 你以后就看起来很繁杂 特别是什么线翻记啊那些东西 你看起来很复杂 但是其实你以佛教这些东西来去看的话 我讲佛教 因为这是我大概第二个了解的一个宗教吧 那他们是没有一个定律在那个地方的 什么东西都可以用上一辈子跟下一辈子来解释 什么东西都是好像都说得通的 就是完全没有一个意义在那个地方 你这一辈子你是我老板然后呢我被你开除了 可能就是我上个辈子是你老板 你曾经开除过我 对对对对 或者是有的人被杀了 然后去找人算命 哎呀我天我给你讲东北可多这种东西了 而且你这个说法的话 你会合理化你所有的 一切的罪恶就全部都被合理化 对对对对 大家有看过那个电影 砍了一刀就说 没关系我下辈子还你 对 他在这边讲这个为什么把事情搞这么复杂 简单的想唱歌就唱歌 想奉献就奉献 然后规定一对 其实这些规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以前的人生 我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是不知道要怎么看这个世界 当我用这个moral relativism 道德相对论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做了什么 所以我会得到什么 然后我做了什么跟这个比起来 所以说我做的东西还算是好的东西 对就是我跟别人比起来 我的行为算是好的 于是我就是对的 他没有一个绝对的罪人 或者是绝对犯罪的标准 没有就比如说你今天杀了个人 我今天杀了只猫 那我就比你好多了 最起码我没杀人呢 我就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审判你 对吧 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 但你说在基督教里面分的特别清楚 什么是罪 罪就是罪 他那个一个边界就是在那里 所以罪并不是一个相对的东西 你超出神那个界限 你就是犯罪了 所以他在这里说什么 简简单单 想唱歌就唱歌 他说的应该就是敬拜团 我其实特别不喜欢有人有这种想法 就是敬拜团谁都能敬的这种想法 对吧 因为敬拜团其实是在整个教会事工里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如果要是不懂的话 不光是说对整个教会的属灵的状况有影响 其实对他自己最大的影响 我想再加上了就是 道德相对论为什么是错的 因为道德相对论的话 就表示说没有一个唯一的定律 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 那为什么基督教里面只有一个神 一个神就表示说只有一套法律 只有一套法律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遵守这个法律 然后只有一个神的话就表示说 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不管你相不相信这个神 你其实都要遵守他这个法律 你只要超过这个法律 他就是错的 杀人你不管在每一个宗教 每一个信仰里面 你都是错的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强调一个神 因为如果说你有一个另外一个神的话 他就可以说 这样子是对的 像如果你阿拉的话 他就会说 如果看到犹太教徒的话 他转身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他砍死 对不对 然后像佛教徒的话 他就可以说 如果说你上辈子欠他的话 那他把你砍死也是OK的 他把你撞死也是OK的 然后你这辈子杀了人 那也是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因为你杀了人 这事不怪你 因为上辈子他杀了你 所以你这辈子理所应当的杀他 对 那当我那时候信主 然后看到说只有一个神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基督教的神这么的独裁 这么的这么 专治 对 那后来我了解了这个道理了之后 为了是要 所有的人都有同一套法律 然后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时候 我就知道说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然后我第一次看这个世界 会看得这么清楚 如果没有任何信仰的人 比如说没信主的人 在世界上的人 他们就会用自己对待事情的标准 就是把自己当成最绝对的真理的 那一套标准去衡量 就是我认为这个事对就是对 我认为这个事就是错就是错 这就是道德相对论 对 那后面他又说 连后面说明择偶条件那一块 也说明的好夸张 可以有信仰 但不是过度 我们在那个节目里面讲的说 择偶那个条件就是说 基督徒是否要选择一个基督徒 然后那里面讲的是说 陈维玲那个师母告诉一个艺人 就说如果他不信主 你就不要嫁给他 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对于基督徒的一个非常好的保护的方式 在那些节目下面也有人跟我们留言 就说啊不对啊 就有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啊 就是有一对夫妻结婚了好几十年啊 那个老先生最近终于受洗了 然后我们都很感动啊 所以并不是说基督徒不一定嫁给基督徒啊 那首先一个就是说 是不是那个太太在结婚的时候 就他也不是基督徒 就是比如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 我都没有办法跟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去谈恋爱 因为你们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共同话题 你怎么会想要跟这个人结婚呢 就是你说两句话都搭不上尬 你怎么想要跟他结婚呢 那再一个呢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情况 就是这种老人家 比如说可能太太是信主的 然后先生都好几十年也没有信主 然后在好几十年之后什么 受到圣灵感动 终于就受洗信主了 这大家都是很激动的事情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 基督徒嫁给一个非信徒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 因为你在身边你也可以看到 那不信主的那个老公 告诉你你不许去教会 祖兰去教会 或者祖兰信主 祖兰小祖查经 我以前就认识一个人 就是这样的 他老公不让他那个主日去教会聚会 他每次都要偷偷的那个跑出门 后来他老公就发现说 人怎么不在家了 再回家就说 你是不是去教会了 那你说为什么基督徒要嫁给 就是你为什么要跟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 你如果要是嫁给一个 很实在的基督徒 你这些事情就可以一起做 对吧 你可以一起去服侍 你可以一起去那个给别人传福音 我必须说啊 就是在吵架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很重要的 对就夫妻关系里面 有神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因为如果说你们两个都没信仰的话 就是什么 我说你怎样怎样怎样 你怎样怎样 就是两个互相指责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道德相对论的时候 对就是两个人互相定罪 对对对 你怎样 但是如果说就是中间有个神的话 你就说 圣经说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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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当然也可以说 圣经又说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神不会contradict他自己 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一定会有个结论 就是谁对谁错 那就是你们两个都错 然后你们要互相抱歉 而且要一起认读回来的祷告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解决 纷争的一种方式吧 对所以说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 跟共同的信仰 在任何的关系里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是不是基督徒 才可以是你的老公 或者是你的另一半 这个东西其实是很重要 而且他跟他的心智观念 还有跟他的对于圣经的了解 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就不是说只要他受过喜 他就会是个好老公 对 然后也不是说只要他是基督徒 他就一定会认罪悔改 就是这个责偶这个东西 真的不能儿戏 因为儿戏的结论就是会离婚 所以你知道就是基督教 他就是一生一世 就这么一个人 那你要当然要好好的去选择 那你如果要说 说我就喜欢他 我被爱情冲昏同脑了 我恋爱脑 他现在他就是不是基督徒 那我也喜欢他这个样子 我又愿意嫁给他 那当然也可以啊 因为这都是你个人的选择嘛 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就是你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 你的可能性会是什么 你当然自己要知道 而且你要完全对你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因为这个是你自己做的选择 就是万一一说什么 哦 我觉得你晚上不要这么晚 然后不要去酒店 然后不要跟女生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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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说哦 为什么 哦 因为圣经上面说 我不信 对 那是你的神 又不是我的神 对 那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没办法跟他有效的沟通 然后你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他去 你的价值观跟他的价值观 你的道德观跟他的道德观 是完全相反的时候 那么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了 所以说 找一个基督徒 一个成熟的基督徒 两个人在一起 是对彼此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那他后面也讲到说 可以有信仰 但不是过度 太过度 根本代表你 只是照本宣科跟着圣经走 而不是真的读懂圣经后面的真实含义 这样说明会让人对基督教退却 但是在这里实在是不好意思的跟你讲 就是说你如果要是真的读懂圣经背后面的含义 那你就是根本超级过度的一个人 OK 如果要是对于世界人来讲 你对世界人来讲 你就是完全一个格格不入的人 对吧 这个就是当你真正读懂了圣经的含义 而且你真的顺服照着做的时候 你就会变成所有世界人眼里的怪胎 而且人都会起来群起而攻之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按照圣经的样式去 真的顺服去做的话 就变成这个样子 而且这个我觉得是 第一个你不可能做到 你不可能就是 照本宣科的跟这个圣经走 这太难了 不是 而且要是真能做到我太高兴了 对 如果说真能做到的话 真的太高兴了 那这个就是 刚好就是最多基督徒跌倒的地方 就是信仰可以有 但是不要过度 太多基督徒有这个样子的想法 那天我看了一个那个统计 基督徒不认为圣经是绝对真理的 有57% 就超过一半的基督徒 认为圣经不是绝对真理 对对对 然后觉得耶稣不是 得救唯一的道路的是53% 就是超过一半的基督徒 觉得说我不用靠耶稣也可以得救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个统计 他在这边讲说 可以有信仰 但不要过度 过度代表你根本就只是照文宣科的跟着圣经走 这句话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你是基督徒 然后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基督徒其实就是要照着圣经的方向里面走 基督徒其实就是要遵守圣经里面的法律 对 如果要是说你是一个所谓的没有过度的基督徒 那就证明你基督徒的生活非常的不好 那当然了像这种情况其实在基督徒里面并不少见了 我是这么说 你想现在能够去教会固定聚会的 然后能够参加小组的查经的祷告会的 其实人数已经不多 也就是说真正那些对这些东西模模糊糊的人 是大概几个月才去一次教会 甚至是教会有吃饭的时候他们才去的 那这样的话他的生命就不可能成长 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教会里在干什么 他只是觉得说我是教会的一员 然后教会有好玩的时候我才去 或者教会给孩子举办活动的时候我才去 他们去教会是有一个目的的 那他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认识更多神的话语 或者想要自己更多长进 不是是因为他们说 谁谁谁今天也去 那我也去溜达一圈吧 那个孩子的好朋友今天也去 那我就带着孩子去玩一圈吧 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一个social club 就是说我在这可以认识人 然后我可以跟很多人一起交谈 然后因为我们都是妈妈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带着小孩去哪里哪里玩 很多时候都是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说这样的话 他生命可能有长进吗 不可能的 你如果要在教会里面 你耳朵自己选择关起来 你什么东西都不听 然后所有的教导你都选择不要停 那你当20年基督徒 30年基督徒 你还是会告诉别人说 哎呀你不用过度了 他就是个信仰了 玩一玩就好了 心灵寄托 心灵寄托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你如果要是不过度 他连心灵寄托的这个 这个效果都产生不了 你知道吗 因为你不是百分之百的确定 耶稣就是你的神 那你从哪里来的心灵寄托 你连心灵寄托都没有 你更不要说 在别的方面继续的长进 那是更加不可能的事情 鼓励所有的人 自己去读圣经 了解圣经里面的律法 然后去了解实界 为什么是这样子写 为什么不可杀人 不可犯奸淫 不可偷窃 这些东西 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为什么会是要成为一个戒律 神没什么东西好险的吗 这些东西背后的含义是什么 然后我们为什么要遵守这些律法 如果你是个基督徒的话 欢迎你去问这些东西 当你在小组的时候 去问这些问题 问那些牧师 问那些你的小组长 为什么要这个样子 而不是说我当一个基督徒 就大家可以hang out 大家可以怎样怎样 如果你想想看 我们如果这就AI news 每一天我们上班的目的就是 好开心 如果我们是这个样子的事工的话 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我们来这个地方做的东西 也不值得各位去看 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念不一样 我们想要传扬的价值观不一样 而且价值观是特殊的 价值观是独特的 价值观是符合圣经的 我们希望传扬这些价值观 而且现在这个价值观是少数的 是很少的 很少人有这个样子的价值观 所以说鼓励大家去读圣经 去了解圣经 我们可以翻转这个时代 唯一的戾气就是圣经 不是说什么 我们只要当上什么议员就好 只要什么川普回来就好 只要run the sentence 这样这样 没有 我们如果要翻转这个时代的话 第一个要翻转的就是文化 要翻转成什么样的文化 这是我们最重要 最需要讨论的 教会里的所有的这些学习 千万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说实话 如果自己读圣经 能够读懂或者是愿意付上时间的人 其实真的不多 所以教会的所有的查经 祷告会还有学习 一个也不要错过 真的不要错过 而且很多的时候 自己回去还要再加强 再学习 我们不是要变得越来越难 我们是要变得越来越好 而且越来越有责任感 对啊 所以信主真的是一件太好的事了 有标准而且你知道 要如何成为一个好人 很多人想要做好事 不知道怎么做 以为学雷锋就是做好事了 以为扶老奶奶过马路就是做好事了 其实有太多的生命中的罪的东西 要去对付 那当你真的成为基督徒 当你真的学习神的话语 你真的按照神的话语去要求自己的时候 就会知道如何做一个神心目中的好的人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 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话 鼓励你 这不是鼓励你 我都想要要求你 因为这个绝对是你人生中做的 不管你人生经历多少失败 这绝对是你做过最正确最正确最正确的选择 因为这件事不止影响到你现在活着 有一天你回到天家了 这个事要影响你 能不能够去到天家 我觉得这个是对你永恒的生命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想信主 或者是你对这些东西还有任何东西不明白 欢迎你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如果你要是想要找教会 就说你们可不可以介绍我要去一个教会 好那请把你的方位告诉我们 我们看我们有没有认识的教会在你的周围 我们可以推荐你去 这都是非常棒的事情 大家一起加油啊 好那非常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坦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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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